将稀释过后的福岛和污染水排入大海 这导致日韩两国的关系陷入冰点 两国外长日前在英国展开了大约20分钟的会谈 但是会谈之前双方完全没有互碰手肘问候 在合照的时候表情更是僵硬 显示出两国关系依然相当紧张 日韩双边关系近期因为福岛和废水争议降至冰点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牵线下 两国外长终于见面 两人单独会谈了20分钟 见面前没有互碰手肘问候 尽管戴着口罩 但合照时两个人表情僵硬 两手僵直中间隔很开 显示两国的关系依旧紧张 日本政府计划两年之后将西市过的福岛和废水排入大海 南韩从民间到政府极力反对 外交部更扬言要状告国际法院 日本副手下麻生之前一句这些水喝了也不会怎么样 更是引发众怒 南韩教授制作了嘲讽海报 用麻生太郎拿水杯当底图旁边写上你先喝 要求麻生先喝给大家看 专家表示日本处理核废水其实有很多选项 包括将核废水固态化再埋入地底 变成水蒸汽排入大气 但日本政府最终选择的却是最粗糙的做法 最大争议就在于当中有无法分解稀释的有害物质穿 也难怪南韩气的控诉日本此举根本是核恐怖主义